就因为一个蓬布 蓬布是不是我们车上带的 是不是 蓬布的话你自己把它办好 但是不能以农产品混装 必须交过路费对吧 需要交过路费啊 司机师傅拉17吨苹果过滤通 竟然因为一块蓬布被收费员拦了下来 并以此认定司机是货物混装 必须缴纳3570元的过路费 不交钱就别想走 这把司机刁难的崩溃痛哭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发当天 王师傅接到了一个运输水果的订单 需要将17吨苹果从陕西运送到广东从化 由于苹果属于绿通货物 所以王师傅只向雇主收取了运输费用 并未收取过路费 就这样 王师傅在高速上开了一天一夜 可没想到就在下高速时 却被收费员拦了下来 收费员告诉王师傅 他拉的这车苹果虽然属于绿通产品 但由于车上放着一块蓬布 所以属于货物混装 整车的苹果都不能在绿通通过 需要正常缴纳运费 听完收费员的话 王师傅顿时哭笑不得 立马做出了解释 因为我们司机拉水果一直是这样拉的 大家都有两个蓬布 前提好的时候盖一个 前提不好的时候 就要盖两个给客户的货物 有安全保证嘛 就是司机他当时也闷住了 不知道怎么闷 不管王师傅怎么解释 收费员始终认定 蓬布不在绿通范围内 所以拒绝王师傅免费通行 并要求他缴纳3570元的过路费 看着收费员油盐不尽的模样 王师傅都被气笑了 他告诉收费员 自己跑长途运输十多年了 一般运输的都是新鲜农产品 一路上风吹日晒 为了保护车上的水果 就必须用棚布把护盖上 这才在车厢里放了棚布备用 而此时王师傅也意识到 眼前这名年轻的收费员可能是个新人 对业务还不太熟练 所以希望他能把领导找来重新判定一下 可收费员的态度却让王师傅更加无奈了